我們主要是希望知道這個縣市 因為這個資料,有的時候剛好來的資料 它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有的時候變成說你會發現 我們在初期為了要做那個 修紐分析統計的時候 沒有一個欄位就沒辦法做啦 因為沒有,你怎麼能用郵力區號 來做那個縣市的統計 出來也不對啊,OK,它只有區嘛 所以呢,勢必我們會需要 可以透過郵力區號查出到底它哪個縣市 所以這個需要有個表啦 那當然最簡單,在ECL裡面 用郵力含數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只是說,你如果用郵力含數呢 查詢的條件,那一定要在第一欄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的話,第一欄就是郵力區號 那縣市不管是在第二欄或第三欄都可以啦 反正只要把那個對應到的那個縣市 把它找回來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沒有這個表格的話呢 那當然你後面就沒辦法完成了 OK 所以如果已經有人做出來,當然最好了 沒有的話便你要自己來 那其實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因為你的工作內容 其實大部分都是比較 不太可能跟每個人都一模一樣啦 所以你說會不會有人幫你寫好了 不太可能啦 或者你說ChartGPT你幫我寫什麼什麼什麼 我是覺得ChartGPT真的蠻厲害的 有時候我試它一下 我發現它真的是聽得懂人話耶 OK,感覺好像比人還要更厲害 但是實際上也沒有辦法那麼完美 因為它畢竟才剛推出來 所以雖然它有一些AI、人工智慧的東西 但是它還是沒那麼聰明啦 不過我發現它在那個 幫你寫程式這一段 這個部分真的是蠻蠻厲害的 因為我真的 比如說請他幫我寫一個什麼什麼的VBA程式 它真的有寫出來可以讓耶 OK,只是說你們看看 比如說請幫我寫一個那個 這個郵遞區號查詢的什麼什麼 跟它敘述一下 會不會幫我們寫出來 那如果OK那真的太厲害了 那如果沒有啦 那當然我們就是下載 所以我剛剛已經把那個郵遞區號 這個一欄表先把它下載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理論上是在 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在我這邊有個連結啦 你們可以看到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雲端上面的第一幾頁 第22頁這裡 這邊有個連結 那我也把那個 這個剛剛截圖一下啦 怕你們找不到 這個檔 那你下載完之後把它打開 上面的欄位第一列一定是不要的 把它砍掉 好,那剩下來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其實我把它分成 兩段程式來撰寫 第一段程式就是說 我的需求是希望 因為它被切成六塊 這邊一塊 這邊一塊 這邊有沒有 三、四、五、六有沒有 中間都有空白欄有沒有發現 所以理論上 像這樣的資料我們要處理起來 理論上通常會把這六個範圍 全部先集中在一個範圍 因為如果它不是一個連續範圍 你將來就很難處理啦 變成你要分開 變成你要做分開 所以第一個動作我想到的 是先把這個範圍六個全部變成一個 OK,那以前的做法就是什麼 把這個範圍 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你可能剪下 Ctrl-X然後再貼到底下 然後這一塊也是Ctrl-X貼到底下 這個也是Ctrl-X 那當然你要做總共應該做五次啦 有六個範圍 可是如果我想要寫個程式幫我完成的話 其實我這邊demo一下 這個已經寫好了 其實只要一行就一個敘述 只是說最後把那個範圍的資料通通清掉 所以我按F8好了 所以當然第一個敘述是 這個是D1到E66 那幫我把它call到A66的這個下方 所以你執行這個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範圍call到它的下方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要寫VBA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的 就是把哪個範圍複製到哪個範圍的話 其實敘述非常非常容易 你只要把你要複製的來源就是這一塊 有沒有,這一塊是D1到E66 有沒有,跟它講,放前面 這個前面是來源 後面加一個方法叫點Copy 點Copy的話就是你要複製到哪裡 那後面空一格之後的就是你要複製到哪裡 的儲存格就好了 你不需要給一個範圍 因為前面這個來源是需要一個範圍 後面只要左上角的位置 它就會貼過去了 OK,所以這樣的方式貼過去了 那底下一樣 這個G1到H66一樣摳到哪裡 不過你可能要算一下 這個132有沒有 剛剛66也是我用算的 然後這邊Ctrl向下 這邊是多少?131嘛 下一個132有沒有 那我這個是已經預先算好了 所以按L8摳過來了 有沒有,那再來呢 再來就追了 追一樣,摳到哪裡?Ctrl向下 這應該197嘛 我又算出來應該是198 OK,那摳過來 也就是說呢 全部通通六個範圍通通摳過來之後 最後呢 再把這個範圍的資料全部清掉 那全部清掉的話 我前面講過啦 就是D1一直到Q的最下面 Q最下面應該是66啦 所以我就給它一個清除範圍 清除的一個敘述 就是我希望呢 幫我把D1到Q的66這個範圍 幫我把它刪掉 刪掉最簡單的敘述方法 就是點雙引號就可以了 其實你說 那如果坊間書籍不是像寫這樣啦 因為我習慣 反正清除就等於空的 一個範圍也可以 一個儲存格也可以 這樣比較 那你說 其實如果錄製劇集 它是點Clear Content 不過你說CL有沒有 Clear Contents 這個是一般比較常見的 但是我覺得這種寫法 倒不如用這樣的方式比較直覺 等於空的 等於空的執行一下 清掉了 而且這個比較好記耶 我後來都寫這樣子 等於空的 滿好記的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上面的東西 就通通被清掉了 你看可以懂得理 所以以後啦 假如說呢 你有很多範圍要Call到集中在某一個地方的話 特別是有範圍點Copy到哪裡 這樣就OK了 那你說老師 可是我的範圍在另外工作表怎麼辦 怎麼辦 一樣嘛 你把那個 有沒有 所以跨工作表 像很多範例裡面 就是比如說我有很多個工作表 要變成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其實到底是一樣 只是說你變成要在序詞前面 加上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或者是它的鎖影值 那就可以把很多個工作表 集中在一個工作表 OK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多工作表 把它變成一個工作表 其實就一個回圈 然後加上點Copy到哪裡 它就全部集中在一起 非常簡單 不過我發現 我看網路上有一些人用錄製劇集交的 好複雜 複雜到一個不行 用這個回圈 加一個range.copy 不就全部搞定了 但是好像沒有人特別講 但是可不可以 可以啦 絕對非常簡單 那你說 那如果多工作部 要變成一個工作部 其實到底一樣嘛 你就把那個工作部打開 然後把它的範圍 從那個工作部Call到 你現在的這個工作部裡面 再把它關閉起來 其實就OK了 只是說啦 這個後續有實際上案例 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喔 這個地方用了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那你變成你要Ctrl-C,Ctrl-V Ctrl-C,Ctrl-V 哇 那真的不得了 我發現很多人 這個最常用到的組合鍵 就是Ctrl-C,Ctrl-V 所以那個鍵盤上面 我發現很多人的鍵盤上面 Ctrl-V都快磨光了 C跟V好像也差不多了 主要你每天都在做這些事情 好 不過你會發現 剛剛有一個地方 滿不太聰明的 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地方有沒有 66、132跟198有沒有 這個實際上是我預先算好 可是如果你假設 每次的範圍都不一樣 因為常常蠻常見 就是你這一次是這樣 下一次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那當然油力需要這個不會 因為它是固定的 那可是如果你的資料是會變動 那勢必喔 這個數字呢 你就要變成怎麼樣 要追蹤了 所以追蹤的話 一樣啦 我有講過 其實這個就可以拿之前講 向下追蹤 你會發現我剛剛都用Ctrl-向下 它是追蹤 你只要把它加1 再放到那個位置去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剛剛寫的那個程式 放在第一個 這個步驟1 其實我剛剛寫的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那向下追蹤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就是這個啦 其實就加一個向下追蹤就OK了 然後可是我建議各位 如果你們下載這個檔案的時候 可能練習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因為練習的時候建議是 這個我先把它 因為有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已經做了之後有沒有 你下一次要再練習就沒有了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要練習 建議可以先把工作法先複製之後再練習 不然你要回去就沒有了 我剛剛本來想說再跑一下 而且VPA沒辦法Ctrl-Z 做了就做了 所以這個可能順便講一下 所以這個先不要儲存 我把它重開一下好了 所以這個可能剛剛漏了 所以打開之後OK 然後啟用編輯 第一步也許先把第一列先刪掉 OK 然後你練習的時候就把這個去的1 拖拉加Ctrl-鍵 有沒有 然後剛剛那段程式嘛 其實在雲端這邊 你就把它Run一下 這樣第一步就OK 就可以Run了 有沒有 就把它集中了 但是你如果 因為我剛剛有複製嘛 所以你如果再練習新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刪掉 然後再拖一個 再來練習 這樣就比較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燥